武力清查 俄罗斯出兵哈萨克 镇压颜色革命 陈光诚 哈国民众已忍无可忍 一画面令中共极为害怕 北韩将缺席北京冬号 称敌对势力和疫情是原因 近日 哈萨克抗议者们反对托卡耶夫政府执政 并推翻了扶持托卡耶夫上台的前共产党首领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 中共央视援演习近平的话宣称 中方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倚众的伙伴 远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 而就在一天前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还宣称 中方认为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是该国内政 相信哈国当局自己就能妥善解决问题 这是表达一种在哈萨克冲突中选择中立 不参与争端的立场 路透社报道称 就在汪文斌表态的当天 俄罗斯就派遣散兵 镇压了哈萨克的反抗运动 中共则立即改口 称也要为反对颜色革命提供支持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周四 俄罗斯派遣的空降兵部队和装甲战车等装备抵达哈萨克 俄罗斯主导了这次基于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违和行动 据称 其中俄军人数约5000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称 这个所谓的违和部队中 有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军人 他们都参与了对抗议者的行动 但托卡耶夫没有提及俄罗斯军人 哈国居民努尔别克告诉自由亚洲 俄罗斯军人肯定参与了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 哈国人权机构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兼透露 俄罗斯军队进入哈萨克后 部分换上哈方的军装 参与镇压行动 哈萨克斯坦是中共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第一站 中共在该国大量投资 哈萨克从苏联独立出来后 同时与俄罗斯及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自由亚洲引述学者纪先生分析指 此次俄罗斯军队进入哈萨克平息骚乱后 中共对哈国的影响力会被削弱 中共担心它在哈萨克的一些利益被俄罗斯挖走 俄罗斯一些政客日前喊话 要哈萨克考虑回归祖国 哈萨克的有产量能占世界的40% 是俄罗斯核能主要原料 主要来源国之一 北京时间1月3日 中共向哈萨克斯坦发去贺电 祝贺哈中两国建交30周年 中共方面称 中哈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结果就在贺电发去的同一时间 哈萨克斯坦爆发了独立后 最为剧烈反政府示威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最大的威权国家 上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从哈国独立后一直掌权到2019年 执政长达29年 整个哈萨克斯坦遍布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 纳扎尔巴耶夫的继任者托卡耶夫 托卡耶夫自带浓厚的学者风 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哈萨克斯坦爆发革命后 托卡耶夫于1月5日接受政府递交的辞呈 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随后 哈国政府将民众抗议的原因 归咎于受境外势力渗透 鼓噪所致 知名人权律师 美国天主教大学 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表示 哈萨克斯坦抗议的老百姓 被政府扣上受境外势力煽动的帽子 是别有用心的 一旦被独裁者冠以境外势力的帽子 不管是勾结也好 还是有联系也罢 那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对老百姓 格杀无论 这是独裁者一直以来 在老百姓脑子里 种下的阴影或是印象 老百姓真正怕的并不是境外势力 而是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 因为一旦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 什么法律都不管用了 政府可以对人民随时采取任何一种极端处置方式 包括打击 迫害屠杀 哈萨克斯坦跟中共有这么好的关系 在处理此类事件上 他们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也都是一样 现在哈萨克斯坦老百姓的口号是 要么要政府 要么要人民 说白了 不就是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吗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哈国老百姓对政府早已是积怨已久 甚至是恨之入骨 人民在独裁下生活久了 能够有这种毅然决然与独裁者 决裂宣战的态度 这种勇气真的是非常难得 同时也是中共最害怕的 社会产生这样一种动力 或是感染力 这种趋势足以令中共感到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 一定要把所谓的不安定因素 消灭在萌芽状态 陈光诚认为 有一个标志性画面值得关注 愤怒的哈萨克斯坦老百姓 推翻了独裁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的铜像 这座铜像不是树立在别处 恰恰是他的家乡 这也从侧面证明 即使在老魔头的家乡 人们对他也已经深恶痛绝 老百姓经过这么多年的专制统治 肯定也听了很多专制所承诺的改革 保证人民权力等等的空话大话 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于一个独裁专制体制 推倒铜像 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要想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也就要推翻旧制度本身 重新建立起民主宪政法制的系统 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 小修小补的改革已经没用了 指望独裁者自省 如同静中月水中花 如果类似的画面发生在中国 就是把韶山的毛泽东素想推倒 届时中共编造的一切谎言都将被戳穿 也说明人民心中 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潜移默化地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场景 陈光诚指出 说到哈萨克斯坦的革命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们不满能源价格上涨 而爆发的反政府行为 其中也不断发声军队 警察等暴力机构向人们缴借 甚至加入反政府的序列 几乎推翻哈萨克斯坦的独裁统治 已经成了哈萨克斯坦老百姓的一种共识 面对这样的共识或是势头 中共必然担心其变成导火索 用共产党维稳的专业术语说 叫兴奋源 他们一定要消除兴奋源 要把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所谓的不安定因素就是影响专制统治的因素了 中共实际上就缺乏这样一种势头 陈光诚认为 虽然哈萨克斯坦反政府运动正如火如荼 但在此关键时刻 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 已经派兵进入哈萨克斯坦 或许未来这场变革会有失败的风险 然而 2022年开年首个大事件就是针对独裁者的 这给独裁者的震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中共 中共也好 其他独裁者也罢 他们都是作威作福惯了 时间长了以后 他们就忘记了水能宰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他们就以为手里掌握着暴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实际上 当人民真正站起来和独裁者决以死战之时 独裁者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民主文明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 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 即便哈萨克斯坦的革命 捣毁了独裁机器 能否建立起民主机制 能否让国家逐步进入良性的运转 还未可知 甚至有失败的风险 面对俄罗斯的武力借助 如果西方世界视而不见 任凭邪恶势力作威作福 正义就无法战胜邪恶 现在的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已经不是异国的事情 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大家应该更关心 哈萨克斯坦的革命 用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制度 还是仅仅是一种王朝更替 如果是前者 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 正义国家都应该支持 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是希望哈萨克斯坦人民 能够真正的步入民主 据北韩官媒朝中社1月7日报道 北韩国家奥委会和体育省 在一封信中表示 由于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和全球疫情 我们不能参加这次奥运会 但也加码呛美国 侮辱奥运精神 祭死声援中共 该信发给了中国奥委会等组织 目前还不清楚北韩的这封信 是否禁止其运动员无法参加 朝鲜当局在信中表示 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积极努力 正在令人满意的进行 平壤承诺与中方合作 争取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另外 北韩还指责 美国和附庸势力 越来越不掩饰地对中共采取抵制行动 搞小动作 目的就是要阻止奥运顺利开幕 实际上 北韩去年以疫情为由 拒绝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 遭到国际奥会禁赛至今年底 这也代表该国运动员 无法以国家资格参加北京冬奥 据报道 朝鲜被认为 特别容易受到传染病影响 而且朝鲜长期存在食品和医疗用品短缺的问题 导致民众体制偏弱 同时 因金正恩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朝鲜正受到联合国的统一经济制裁 在2003年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流行期间 以及2014年西非爆发爱博拉疫情时 朝鲜禁止外国人入境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已经宣布对2022年2月的北京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 因为反对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侵犯人权政策与行为